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 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六點 《焦點短打》 我是港人港地執行重編輯 許紹基 不說大家 或許都不知道 英國政府又再計劃推出 打擊國民自由的新法案 綜合香港媒體報導 由於英國近日面對 目的在於爭取改善薪酬福利 內置不同行業的大罷工 首相新委成準備最快 當地時間星期四宣布立法 規定醫療、鐵路、教育、消防 邊境安全等六個行業 必須提供最低服務水準 而罷工之前通知期 則會由目前的14日增加到28日 未合規規定而罷工的話 可會被視為非法 僱主可以控告工會 以及解僱參與的僱員 至於什麼是最低服務水準呢 據報新法案內容 亦都將會定明 任何所謂最低服務水平 將會由工會與政府協議 但是無法達成共識的時候 內閣部長可有最終決定 並且強制施行的權力 商務大臣夏博斯就期望工會和資方合作 以免走到這一步 英國政府計劃限制國民罷工的權利 對於一向高舉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大旗 甚至以民主教師爺態度 對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指指點點的英國內港 可以說是極度諷刺 新衛城想阻止英國人罷工 但最終是否成功呢 其實仍然都是未知之數 因為根據英國泰晤士報的報導 即使新法獲得通過 最快亦要到今年的夏天才可以實施 而且據報已經有工會認為 反罷工法是不可行 因為內容是違反人權法的 已經準備採取法律行動 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質疑法例的合法性 首先講清楚 我是否認為新衛城的做法有錯呢 亦不一定是這樣的 新衛城解釋自己計劃立法的決定的時候 部分內容亦不無道理 他說罷工行為應當公平合理 考慮到國家承受能力並且對其負責 他又說人們是應該有罷工的權利 但需要與英國大眾正常生活權利平衡 因此立新法保障民眾生命和生活 太好了 新衛城終於說出了我的心底話 原來英國政府亦都認同即使尊重每個人的權利 包括罷工的權利都好 但亦不能夠過度影響公眾利益和大眾的生活 而為了保護英國大眾正常生活的權利 因此要立法去限制罷工的自由 說得非常好我非常之認同 但是趁這個機會我又想問一問新衛城 那為什麼香港在2019年發生反修例暴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其後為止暴制亂 重訴香港社會秩序 確保香港免受外國勢力干預 而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定立港區國安法的時候 英國又反覆批評有關決定 甚至是不惜公然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退出所謂的BNO移英計劃呢 港區國安法的實施 就是要保障絕大部分香港市民正常生活的權利 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此申發 就是要保障中國國家安全 以及民眾生活和生命 背後的理念和原因是非常清晰的 新衛城今日終於承認 個人權利是不能夠凌駕公眾利益之上 那麼他又會不會率先收回所有針對中國的批評 甚至是推倒所謂的BNO移英計劃 重回中英聯合聲明規定的正軌之上呢 若是不會 那麼英國豈不是再次向世人展示自己的雙重標準 籌出國際咯 當然我不會天真到以為 新衛城是一個處事一視同仁的政客 英國跟他大佬美國一樣 當有利於自身利益 和自己的政治立場相符的時候 永遠就會一副道貌岸然 但是當事件和他們的利益相伯 即時就擺出另一副嘴念 這兩個國家的雙標 早就是為世人所認知 無庸置疑 再舉一例 去年五月英國國會議員向國會提交了一份 涵蓋範圍廣泛的國家安全法案草案 當眾新增破壞罪、外國干擾罪 以及一系列限制公民權利的司法程序 包括禁止公開審訊、禁止離開住所、禁止指定行為等等 時任的英國內政大臣彭代寧當時就直言 有關立法需走在風險之前 進一步保護英國的國家安全 草案已經在去年六月六號進行了易讀 並且在去年的十月十八號 向國會全體大會完成了匯報 正等待通過審議修正案之後 再提交上議院三讀就會正式實施 還是要回到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的時候 大家應該不會忘記吧 前英國首相約翰遜 前首相卓維斯 現在擔任英國副首相的前外相南韜文 前內政大臣彭代寧等等的反華政客 他們當日是怎樣無理批評港區國安法 但是當面對自身的國家安全問題的時候 英國又可以推出一份司法程序 完全違反法治原則 以及偏離國際人權公約的國安草案 請問這又是甚麼一回事呢 今日的英國政府就是如此不堪 近日有報導說英國醫療系統 在罷工潮、新冠病毒、冬季流感 及甲營鏈球菌的夾擊之下 正受著龐大的壓力 有急症室患者需要等候長達99小時才獲得床位 部份病人甚至被迫躺在急症室的地板上 我完全明白無聊期的罷工 會對一般大眾帶來甚麼影響 在公眾利益面前 個人權利的確不是至高無上的 英國今天的處境 不知為何我真的有點感同身受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及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六點 和大家焦點短打 我們下星期見 拜拜 拜拜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